打這個官司最主要有三個目的 那麼第一個目的是 這個當然不是為了丁守中客人的選舉勝負 第一個目的是為了要徹底的去檢討 我們目前我們的選霸法 還有我們的公投法 極限明確的規範 以及檢討我們這個選務機關 應該有的公平公正這個角色 那麼第二個目的是 我們要防止今後再發生 例如像中選會 或是地方選委會 藉著本身的職權 來運用違法的超中選務 來影響選舉的結果 那第三個這個目的 也是要防止今後再發生的 例如一邊開票一邊投票 這種嚴重影響選舉公正 跟公共信用的荒謬的這種現象 那這是我們這次打官司的三個主要的目的 會主當在邊投票邊開票的情況下 有些又沒有要投給姚文智的票會去投給柯文哲嗎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荒謬的現象 就是全世界都沒有一邊開票 然後一邊在投票的 而且我們這個延長的時間將近有50%的時間 你可以看到從早上8點到下午4點就是8個小時 我們多延長了幾乎3個小時46分鐘的時間 是在邊開票邊投票的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有很多民眾願意出來幫我們作證 包括基層的這些里長 在4點鐘以後根本就沒有任何的管制 也沒有警察在管制排隊的人數 排隊的人一直有插隊 一直到4、5點鐘、5、6點鐘都還有人來投票 那麼一直最後投到7點46分 這個都是嚴重的違法的現象 就是要信心 就是要信心